店員將雞蛋一一放進貨架中 五百萬顆的進口蛋 終於在超市可以買到了 有民眾昨天聽到消息 今天一早就來碰運氣 好像是前幾天有看到新聞吧 對 然後想說來看一下 就剛好看到 我們不習慣用進口的蛋 可是沒有了暫時吧 我們不會一直接受進口的 就是太久沒吃蛋啦 有蛋就好 進口的也沒關係 細看澳洲蛋外包裝 使用深色紙盒上頭貼著英文標 以佳樂福來說 今天就進口了八千盒 共九點六萬顆蛋 十二顆依照客重 有七十九元和八十九元規格 限定每人只能買兩盒 農委會這邊是把這個蛋圓 提供給我們的席選業者 再讓席選業者透過他原本 跟各個通路的機制 上架到我們的一個賣場的貨架上 價格的訂製 那就是根據我們跟席選業者 之間的合約所訂定 雞蛋還沒上架 排隊人潮已經超過二十人 全聯今天同樣開買進口蛋 是來自美國的席選蛋 沒想到還不到十分鐘 就被民眾通通秒殺 九點十五分鐘就過來 家裡剩兩顆 差不多兩顆左右 是慢慢的吃啊 因為現在蛋都一蛋難求 很難買 進口它也是很勉強 但是我們也是希望 我們自己本土的雞蛋 全聯表示目前門市安排 早上下午會分批上架 盡量讓大家都買得到 而進口蛋 10顆售價68元 其他像是愛買新竹 以北門市 從30號開賣澳洲紅殼雞蛋 台中台南門市 則是31號賣美國的白殼蛋 至於大潤發 也是今天開始上架 美國常溫蛋 10顆售價68元 首批有6000盒 澳洲冷藏蛋 12顆也有89元和99元規格 首批也有1.5萬盒 隨著進口蛋陸續上架 舊盤能緩解缺蛋潮 八大新聞需要的羅志欣 台北長得到